我们现在讲怎么样交换积分次序 什么是交换积分次序呢 或者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交换积分次序 那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用一纵积分次序 我们是积分不出来 我们就要交换一下 换一下 例如说先积分y 我们积分不出来 我们直接看这样的一个立体 我们积分0到1 好 x从0到1 y是从4x到4 e的-y平方 dydx 那这个我们怎么样积分呢 因为e的-y平方 我们没办法找出它的这个antiderivative 它的原函数 那我们解法就是我们必须得先积分x才能积分出来 那要算出来我们必须得先积分x 那我们要积分x 那么原本的次序是先积分y 要换成先积分x 那这个上下线我们不能直接把上下线交换了 它这个是不等于什么4x到4 然后是0到1e的-y平方dx dy 不能直接这样子算 因为你这x如果先积分完了 它就不应该有 不应该再有x出现了 那么你在积分里面有4x 这是不可以的 那因为x通过积分以后 x这个变量就应该没有了 你不是直接把它们的积分号换一下就行 那具体的做法是我们先给它画图 画图我们通过它的这个积分的上下线 它的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我们会还原成它的积分区域的图形 x是从0到1 那么x是从0到1 y等4x 这是下线 y的下线是4x 也就是说它的下线是y等4x 我们这不能画太远 画太远 图形不好画 我们x这是1 y等4x 那么很陡的 y等4x是它的下线 y等4是它的上线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y的话 我们知道平行y的话 那它的这个 y等4x是下线 上线是y等4 那么x是从0到1 好 所以它的积分区域是在这里 好 这是v等4x 那么我们先积分y 积分不出来 那我们就先积分x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x在前面 也就是说看x的上下线是写成v的函数 那么我们先积分x的话 那么我们先积分x的话 我们就是通画一个跟x平行的一条箭头 看箭头的前方和后方 那么显然后方是x等于0 那么前方这是y等于4x 就是它的前方换成x等于y的函数 也就是说x等于4分之1y 所以x的上线是4分之1y 那么y的下线 我们看区域里面 y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y的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4 所以我们 这个0到1 好 4x到4 e的负y平方dy dx 我们交换了积分次序以后 我们给出这个d的顺序 给出d的这个表达式以后 我们看它的上下线 那么y是从0到4 x是从0到4分之1y 然后e的负y平方dx dx先积分 再订y 那现在我们先积分x 把y看成常数 所以是x e的负y平方 然后0到4分之1y 好 dy 我们把上下线带进去 就是4分之1y e的负y平方 然后dy 那么现在就好做了 现在我们要用u substitution 就是把y平方看成u 或者负y平方看成u也好 那这是1 负的1 e的负y平方 好 从0到4 这个我们可以 可以令u等于负的y平方来 来计算 好 那 把 上下线带进去 带4是 负的8分之1 1的负16次方 那么带0进去 就是加上8分之1 1的0次方是1 所以是 8分之1 1减去1的负16次方 这是我们交换积分次序的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没办法直接积分 在这里我们先积分为 我们根本不知道 e的负y平方 它的antiderivative 它的原函数是什么样 还有一种是 我们可能积分 可能比较复杂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题 1到3 好 0到logx x dy dx 这个我们积分出来了以后 先积分y的话 就变成x乘上logx 然后dx 那就会要做一个分布积分 当然说直接做分布积分 也不算太难 用integration by parts 可以算得出来 就是分布积分 integration by parts 那我们给它换一换 也许可更简单 直接算也可以 那么y是从0到logx 也就是说 y的下限是y等于0 y等于0就是x轴 上限是logx 好这是logx的图形 那么x是从1到3 那么log1等于0 到3 好这是3 那么区域 它的region是这一颗 这个region 那这是我们先 这是y等于logx 那么反过来 我们写成x 可以写成1的y次方 如果我们交换积分次序 我们先积分x 那箭头前方的曲线是x等于3 所以x的上限是3 下限就是箭头的后方 就是x等于1的y 就是y等于logx 所以是1的y次方 x也写成y的函数 然后y的下 对y来说 对y来说 那么y最小的 是0 那么这个点 当x等于3的时候 跟这个交线 这个正好是log3 因为是x等于3的时候 y是log3 因为在这 y等于logx 所以说 y是从0到log3 那么1到3 0到logx xdx 换了先积分x 那么y是从0到log3 x是从1的y次方到3 然后xdx xdx 然后dy 0到log3 x就是2分之1 x平方 1的y到3 然后dy 然后带3进去 带上下限 0到log3 带3进去就是2分之9 9 带1的y 就是2分之1 1的2y 好 第1y 我们发现没有分布积分 那就是2分之9y 减去4分之1 1的4y 1的2y 1的2y 4分之9 2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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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3 我们四分之一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log3的平方 指数 前面的数字可以写成指数 再加上四分之一 所以是 二分之九 log3 再加四分之一 再减去 那么这是四分之九 因为这是 三的平方是九 log和一月掉了就变成九 所以是 二分之九被log3 减去二 我们少了一个分布积分 如果交换积分次序 我们的积分会变得简单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交换积分次序 就是有时候 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们积分不出来 另外一种情况是积分 用原来的次序积分比较复杂 这是用我们交换积分次序 是用我们交换积分次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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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次�